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願主祝福大家 兄姊妹 早安 歡迎你們來到哥倫 我們一起去敬拜我們的神 我們更加歡迎的就是我們的王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祂今天要成為我們的中心 成為我們的焦點 因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是這個宇宙的中心 是這個世界的中心 是教會的中心 教會 讓我們一起起立 讓我們一起榮耀我們的王 讓我們一起擁大我們的王 願成為我的愛體 帶來 先自的悄悄 天進 對 也在祂組香 complete 只望叫你 渴望看見 你的交線 不求你來風中 震動戒毒 呼吸我們 聖節的熱情 我們歡迎 君王降臨 同心高居 你聖節的名 不求你常打開 春雨不停息 我們呼喊 歡迎君王降臨 視頻來到第一次尚上 在清濟的心裡小型 太陽的信仰 올 gave you 是首要黃祖制的 人首有黃祖試的 天聖節的統快 是時聖節的 升 foam aunqueも 路與祢 歸於祢 祢是榮耀君王 我們萬一 指望將祢 渴望看見 滴滴交線 路與祢來方全 震動這主題 無心我們 生界的熱情 我們歡迎 指望將祢 無心高舉 你生界的秘密 無求天窗打開 春雨不停息 我們呼喊 歡迎 君王將祢 大的窗口 大得充滿 心靈地祢 歸於祢 愛而選擇 可不敢躲 看着你的容颜 我们怀疑 只望将你 渴望攻击 你的将写 不承拎 太分拳 战斗戒主地 不信我们 胜利的热情 我们怀疑 只望将你 渴望攻击 你将写的秘密 不照天唱得开 终于不停死 我们怀疑 欢迎准望将你 不照天唱得开 终于不停死 我们怀疑 欢迎准望将你 我们欢迎我们君王 来到我们当中 我们的君王 现在就是这里 言和你瞳见 你们区父 君王就在这里 我们白颜線级 涌甜苏 viv 私 便去丰恶 我 去高尚主耶稣 更多更多 來告知你的命 更多更多 來補充你的命 更多更多 來承認你是主 直到那日我在這裡的天 更多更多 來告知你的命 更多更多 來補充你的命 更多更多 來承認你是主 直到那日我在這裡的天 主王就在這裡 我們二人前進 擁抱你為我 榮耀多位於你 主王就在這裡 大腦將線接力 大腦將尚主耶稣 要更多更多更多 來補充你的命 更多更多 來補充你的命 更多更多 來補充你的命 來承認你是主 直到那日我在這裡的地面 拍拖給你 照顧著你 我們要斷入 strength 大腦將尚主 而傭 我们有主的生命 我们有主的生命 全都永远 我们一起的尊贵 荣耀 中赞 权能 智慧 能力 都归给我们的主 我们的王耶稣基督 主要你不认得 你不认得 我们是敬拜 愿意我们的心 以你为中心 没有人敢乱充我们 焦点都带在你当中 耶稣全世界环游的主 耶稣全世界环游的主 从起初直到最后 我心的依靠 永远都是你耶稣 耶稣 天祭 生活是我的更生命 中国是我的生命 我们也是我的生命 无奢求 无热闹与祢相比 耶稣你是衷心 我一切都围绕着祢 只为祢 从我心直到主天 耶稣你是唯一 我全然为祢 一切全然为祢 从我心直到主天 耶稣你是唯一 我全然为祢 一切全然为祢 从我心直到主天 耶稣你是唯一 我全然为祢 一切全然为祢 从我心直到主天 耶稣你是唯一 我全然为祢 我全然为祢 一切全然为祢 耶稣是唯一切全然为祢 耶稣成为我教会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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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耶稣成为我教会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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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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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教会 应定祢 是我们教会的中心 面对一个有一个人 能够控制的难关 祢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祢是我们唯一的帮助 主我们就同心仰望祢 我们就依靠祢 我们就拿着这个信心 同心仰望 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祷告去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命求 Amen 弟兄姊妹请坐 大家好 我是Pastor Gabriel 是教会其中一个牧者 在Pastor Joshua 稍后讲道之前 我大约会用10到15分钟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一下 教会在回应新冠肺炎病毒 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一些的措施和部署 其实一月底开始的时候 教牧团一直都很关注 这个肺炎发展的情况 从最初在武汉开始 去到中国的全省市 不断有不同的爆发 接着这个疫症去到韩国 日本 新加坡 不同的地方 来到去蔓延 过去两个星期 我们听到在伊朗开始了 在中东 意大利 欧洲 亦都有不同的发生 过去一个星期 大家都很留意的 就是华盛顿州 我们以南西雅图的地方 亦都有不同的爆发 看回加拿大 特别我们身处的卑斯省 直至左下为止 我们的数字是27个的确诊个案 家务团队在密切关注这些疫情 我相信大家都很留意 我们亦都为教会制定了一个三个回应疫情的级别 叫做3 Level of Responses 我们主要是参考BC省的疾病控制中心 BC CDC所制定的防疫措施 亦都参考了美国的CDC 这个US CDC 这个疾病中心 一些不同的指引 现在我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这三个级别是有什么意思 第一级别是叫做防范 Prepairness 亦都是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教会已经开始了的一些措施 包括什么 大家每个星期日回来都留意得到 我们会提供消毒剂 提供口罩 我们亦都在圣餐的时候 待会我们都会减少我们全圣餐盘的过程 所以大家应该就拿了一个圣餐的包 如果未有 待会私事都会派给大家 亦都我们在奉献 待会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安排 我们会完结之后 我们才会在外面去收集奉献 我们就不会传这个奉献筒 另外 如果你们很喜欢喝咖啡和我们最出名的奶茶 不好意思 我们暂时都会停止热饮的供应 我们也知道在过去这段时间 有些弟兄姊妹因为不同的原因 可能是病患 或者是有小朋友的时候 他们不方便来到Richmond High 所以在我们今早开始 我们也会将整个主日崇拜 上载到互联网里面 透过MyKC.ca 透过Facebook 透过YouTube这三个频道的channel 你都可以来到去参与网上的崇拜 我想特别强调 如果你在14天之内 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 不过我想再强调 如果你从爆发疫情的地方 回到加拿大的时候 我们建议你回到教会的时候 可以戴上口罩 如果你身体不舒服 可能有咳嗽 喉咙痛 打嗤痴或者发烧的情况 我们建议你最好留在家里 安静参与网上的崇拜 以及联络你的医生 特别对家长大家都很关注 我们在Carpost里面 都有些不同的措施 如果你小朋友病了 我们也都劝喻 你不要带他们回教会 因为这是一个安全的方法 但万一小朋友已经入班了 不过我们发现 我们的同工发现 可能小朋友有打嗤 咳嗽这些不同的症状 我们会剪到 我们就会打电话 给父母 父母可能还在这里参与崇拜 就请父母 将到有不同症状的小朋友 可能带离开Carpost 不过提一提大家 就不是回到这个房间 而是带回家去休息 也将小朋友 是一个最安全的措施来做的 所以如果有小朋友 在Carpost里面 请大家一方面百分之一百 专心听到 但同样的 都要看一看你的手机 如果有信息 在我们Carpost里面的同工 传来的时候 你也可以有所回应 可能你会问 为何教会这么紧张 这么紧慎 其实无非的 我们都是出于一个爱心的考虑 一个爱心的考虑 因为我们会众当中 除了十八二十二之外 我们有老人家 我们有小朋友 我们有长期病患的弟兄姊妹 或者朋友 也都有孕妇的 我也认识有几个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明白 我们做这些措施 是很希望出于这个爱心的考虑 这个就是教会已经开始 第一个级别的防疫的措施了 在昨天3月7日 我们听到BC省卫生官员的一些公告 首席卫生专专业特别强调几方面 他说请求省民小心去决定 是不是参与人多的聚会 他说如果聚起的时候 建议会众之间保持距离 而特别强调在宗教聚会的期间 应该避免在会众之间有太多的互动 他们说了这么多 在昨天4月6日 那教务团队听完这些不同的发布 听完这个省级的卫生官员的报告之后 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决定在今天3月8日 主日崇拜结束之后 即日间 我们会将我们回应疫情的级别 提升到第二个级别 我再重复一下 我们决定在今天3月8日 主日崇拜结束之后 将我们回应疫情的级别 提升至第二个级别 那是什么呢? 第二级别呢? 就是一个 sustained transmission in the community 一个社区持续的感染 所以在3月8日下午开始 现在还没有? 我们完了崇拜之后 我们有几个措施的 除了主日崇拜之外 那一轮所有其他的聚会或者活动 将会取消或者延期举行 在主日崇拜期间 我们鼓励大家使用口罩 如果没有口罩的时候 我们私事 在进去之前 可以去派一个给你 这个是星期日的一个措施 小组方面 我们也有不同的事情 已经在进行中 iCos的实体小组聚会 将会取消 你会改用zoom这个程式 进行网上聚会 而start team 已经将安装zoom的方法 是传给了很多不同的小组组长 所以提醒 组长和你的组员 尽快在电脑去安装zoom 这个程式 现在在这里不多说了 我们可以留意你的email 或者whatsapp 我们应该传给你的了 而组长也很快 会收到 如何去主持网上聚会的资料 其实在香港 已经实行了一个星期 他们用zoom 有些人会教书 有神学院 会教不同的课程 有主日学在zoom开始 也有小组开始 这个就是iCos小组 在第二个级别 也在其他聚会 大家要特别留意 原定在今天下午的父母学堂 将会延期举行 今天下午的父母学堂 将会延期举行 而在每星期一晚上的alpha 啟发课程 也会延期举行 这就是第二个级别的措施 也是我们今天崇拜之后 就会开始的 第三个级别 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去到这里 不过我们也有以下的措施 如果 有几个不同的可能性 如果 学校停课 当教育局宣布 我们市内 中小学停课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的 就会去到第三个级别 又或者列治文中学 出现了确诊的病例 就会去到第三个级别 又或者 或者BC疾控中心 发出一个特别的指引 我们不知道会不会 说需要取消人数众多的聚会 那时候 如果有以上几个的可能性 我们就会将到我们的级别 提升到第三个级别 有什么会发生呢? 两件事 到时我们会暂停主日崇拜 我们会全面使用网上的崇拜 所以 如果你没有看过我们的不同的社交媒体 你可以留意 我们在Facebook 在YouTube 在我们的mykac.ca的教会网页 我们现在每个星期都会将到我们的 有网上的崇拜 大家可以留意 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 卫生官员的不同的公告 而根据不同的需要 我们也会调整 我们会回应这个肺炎疫情的措施 另外有人可能会问 如果我们在会众里面 有人需要被隔离 那教会有什么回应呢? 当然我们不希望会发生 不过如果我们也想起来 如果有人被确诊 又或者需要被隔离 请你在被确诊或者被隔离之后 立即通知教会 你可以先通知我 Fastor Gabriel 来到以便教会 去进行合适的支援 我们是behind you 如果我们需要自己 或者家庭里面 我们会进一步了解 你的家庭 有没有一些需要 去帮助 我们会透过 我们的IQOS 的组长 和我们的Caring Team 来作出不同的支援的安排 同样我们也希望进一步了解 需要被隔离的人士 在我们教会里面 会不会和其他会众有接触呢? 我们也希望有所的支援 所以会众在隔离的期间 有任何生活上的需要 我们会尽力安排 来支援 另外关于招募短期关顾人员 有需要也有回应 所以今天我都讲一样的回应 有什么你可以去考虑 来走多一步的呢? 教会正在招募短期关顾的Caregiver 特别应对Covid-19 疫情之下的需要 这些Caregiver的服侍的范围 主要是代购 和运送日用品和食物 给有需要的家庭 不过我要强调 是不会直接和隔离者去接触的 只是代购和运送的 只是代购和运送的 送败之后 我们在Connect Team 会有一个sign up的表格 如果有负担的 我鼓励你在当中 你去sign up 你写你的名字 电邮和电话就可以了 报名之后 教育团都会和你联络 提供相关关顾的指引 帮助你如何成为一个短期的Caregiver 最后 牧者希望提醒大家 我们继续保持警惕 每天可能都有不同的变化的情况 在这个非常时期 让我们继续为新处的温哥华 去求平安 更加切切为全球的疫情 来祷告 其实这段时间 我们也知道 是一段相当敏感的一段时期 其实也不需要等 卫生部会有什么新的指引 其实你发觉到 市面上 其实已经是一个很敏感的气氛 即使是一些不同人的说话 其实也很容易会带出很多不同的人 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一些行动和决定 抢口罩 抢洗手液 抢厕纸 抢大米 其实是否真的有这样的需要呢 还是 其实这一切行动的背后所反映出的 是人内心里面真的缺乏了一份 他们很需要的一份的平安感 我还记得在之前里面 我曾经听过一个的报导 报导说到在内地里面有一个的谣传 就话说就是如果你吃烧鸡蛋 你是可以防疫的 你的方法就是每人要吃九只烧鸡蛋 就是在你临睡之前你先吃一半 然后在天亮之前你要吃那一半 于是你就可以防疫了 很多的网民在网上投诉 就是投诉些什么呢 就是年轻的那班就是阿妈 凌晨无端端叫他起身要烧鸡蛋 甚至乎掀起了一阵的抢购鸡蛋的热潮 兄姐妹你听到一些这样的信息 其实你信不信呢? 其实正常人都不会信 但问题就是你发现 就是当一个人心里面没有平安的时候 其实真的挺无稽的东西 都可以信一大餐 为什么? 因为人的心里面在那时候 那个状态就只是一种很惶恐的状态 而最不幸的地方就是 他们以为只要不断的去团职 不断的来到去抢 于是团职和抢 就能够给到他们安全 给到他们有平安 但是谁不知 其实越去团职 就越感觉到不安全 越去抢 其实就会发现到自己想抢的更加多 弟姐妹 在一个这样充满惶恐的年代里面 你说我们作为一帮有信仰的人 我们作为一帮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其实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们应该如何来自处呢? 我想这个也是过去的里面 我们很多人在信仰反省当中 会问的一个问题 今天早上如果你问我这条问题的话 我就会提醒你三样东西 有三样东西在这个时候里面 作为基督徒 其实我们是可以做的 第一样东西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就是首先你自己先不要惶恐 正如牧者一直过去里面 来提醒弟姐妹一样 你要记得一样东西就是 你和其他人是不同的 而最不同的地方就是 你知不知道在你的里面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已经有齐一切 令到你不会惶恐的条件 你想清楚 你的生命里面 你已经有上帝与你同行 有神的同在在你的里面 就正如像我们过去 这么多个星期里面 我在这里看启示录 而启示录里面 就让我们不断一幕又一幕的画面 他可以告诉我们 就是今天纵使我们所面对的 我们所眼前见到的 是一个我们以为失控的世界 但是若干给我们看到的真相就是 原来在这个失控的背后 那位色在、金在、以后永在 全能坐在、宝座上的上帝 原来他是依然掌控 他依然在掌控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部分 而这个信息 实际上今天你和我已经有 我们已经听了九个星期 而这份信息 实际上已经提供了给你和我 在一个这么困难 这么混乱的时代当中的一份信心 甚至乎是一份你能够从上头而来的平安和稳图 而今天若然我们认定 这个信仰所给到我们这份的稳图和平安 然后通过你今天的生活 你的表现、你的品格、你的生命 很贴地地 在别人的面前 你如何活这个信仰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做 其实你是在见证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在告诉别人 就是原来一个有神同在的生命 和一个没有神同在的生命 中间原来有一个这么大的分别 而这份的生命 原来对方都可以有 原来对方当他可以像你一样 都在这个时刻的里面 将他的仰望来 放在我们的父神上帝的时候 原来连他都可以有这份的平安和稳图 弟兄姊妹 不过你不要误会我 我的意思不是说 你不需要为自己的防疫作好准备 No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 其实我一样会提醒大家 要劲点洗手 当你生病的时候 我一样会鼓励大家 你是需要来戴上口罩 有时候你更加需要 按着你的情况 你要自我隔离 不过 弟兄姊妹 我想你搞清楚一件事 就是当我们做这一切的事的同时 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内心 究竟我们的内心是被什么充满呢 我们的内心不是被惶恐去充满 不是被警方去占据 不是人害怕 于是我也害怕 人抢 于是我要抢一份 在过程当中作出很多自私 并且过分的行动 相反你是很认定一件事 你认定你所跟随的是一位 怎样的上帝 你认定这位的上帝 在你生命的背后 能够给你一份的平安与稳托 你就带着这一份的平安与稳托 你要继续过你每日的生活 弟兄姊妹 这个应该是我们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 首要我们应该做的 好了 第二 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如果你问我的时候 我就会鼓励你 就是你应该要去主动地 去安慰帮助那些在这个疫情当中受影响 而他们需要被帮助的人 我特别是鼓励那些 其实你的心里面你都会说 牧师我现在已经很平安了 我很有信心 那些的基督徒 我特别去鼓励你 你既然都有信心 你既然的心里面都有平安稳托 你都有能力 那是不是应该都主动去 帮助在你身边那些 因为这件事的发生 令到他们的心灵或者他们的身体 有软弱有需要的人 就好像刚才里面 Pastor Gabriel给我们所讲解 有关于教会 在这个时刻里面 我们会采取些什么 或者可能我们会采取些什么的措施 当我们去想 这大堆措施的时候 其实我们首先惯念的 不是惯念到究竟我们自己究竟想怎样 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特别去挂念到第一件事我们想 就是在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 或者在我们身边的人当中 有没有一些人需要被帮助 特别是那些行动不便的弟兄姊妹 特别是那些身体抱让的老人家 甚至乎有长期病患有需要的人和家庭 当他们去到一个时刻 若然他们真的连街都出不了 他们真的有他们生活上的需要 好了 那我们作为教木同工的 我们作为小组组长的 我们作为小组组员的 甚至乎我们这群Caring Team的弟兄姊妹 其实我们怎样可以在这一刻 好好地预备自己 来准备有可能 要为这些有需要的人 来付出 来擺掌 为他们作一些他们需要 所得到的支援 弟兄姊妹在一个群体的中间 究竟过去里面 我们有着带着一份什么的生命 真的不是在平安稳妥的时候 来展现 而是正正在当有危机出现 正正就是当有需要来出现的时候 究竟这个群体 过去里面是带着一份什么的信心 带着一份什么的生命 就在这些艰难的时候 来展现出来 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 弟兄姊妹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 我们只是想我们自己的时候 这个绝对不是只是 我们是为自己着想的时候 相反 这个是我们去运用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能力 来扶持那些 在我们的回国当中 在我们四周围里面 那些有软弱 有缺乏的人的时候 当我们在这两天里面 不断地去review 我们的措施和机制的时候 其实你很难想象 原来在过去的一个星期 教育团举 你知不知道读过多少个报告 看过多少个指引 然后研究过多少 和多少人来去咨询 你没办法去明白 你没办法能想象得到 不过当我们制定这些机制的时候 我们明白在过程当中 有很大的挑战和困难 那个困难不是究竟我今天里面 邀请大家做些什么 鼓励大家做些什么 而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 当我们要把级别来的升级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 弟兄姊妹是需要 step out from their comfort zone 那个里面没有做开 你突然间 我需要做的 心里面是有感觉到不能够很舒服 或者不能够即时接受的时候 我们很明白 但是弟兄姊妹 当我们去想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想究竟我需不舒服 我还要去想就是 究竟我可以围到我身边那些 有困难有需要的弟兄姊妹 究竟我们可不可以做多些 以至于能够可以帮助扶持那些有需要的人 这个第二件事 作为基督徒 我们是可以做的 好了 至于第三件事 基督徒可以做些什么呢 可能我说到这里的时候 你都在等我说这件事 因为我都说了不少 基督徒在这个时刻里面 我们可以祈祷 我们是应该要更多的祈祷 我们很狠切地来到疫情来祈祷 为各地医护的人员来祈祷 甚至为各地政府 在他们的防疫措施上 狠切地来祈祷 我这样说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感觉 可能过去的里面 我都觉得 就是当我鼓励人去祈祷的时候 好像反应都不是太大 原因是什么呢 说他在这里 你已经在怀疑祈祷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用 是不是真的可以 这么具体地把疫情来改变 又或者可能一早 你对于祈祷这件事 你已经认定了 这个是不是代表了 一个没办法中的最后一个办法 甚至是一个很消极的一个办法呢 如果过去里面这样想的话 今天早上我想告诉你 那你就错了 这个绝对不是最后一个办法 这个也不是一个消极的办法 相反地 这是一个由始至终 由头到尾 不论我们要做些什么 之前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不断继续做的一个动作 不断地围到我们身边的 围到这个疫情 来狠切地讨告 理由就是 不是 关键不是你的祈祷做得多长 关键就是 今天你所做的祈祷 是向着那个愿意听祈祷 并且有能力回应祈祷的上帝来去做 于是就让我想起 在过去九个星期的里面 当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的里面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幅的图画 那幅图画就是 杨高准备要打开 那个七个封印封住的书卷 你还记不记得 你记得七个封印代表了什么 七个封印所代表的 在当主耶稣基督宣告要再来之前的时候 究竟这个世界会对于这一件将要来的现实 有过什么的反应 头那四印代表了的 是这个世界会有不断的侵略 战争 经济崩溃的事情来出现 而中间所带来的就是更多的死亡和杀戮 到了第五印打开的时候 就是说到那个头那四印的里面过程当中 历代的信徒如何如何曾经被逼迫的 就是在那个里面出来 呼求上帝就说 神啊 你何时要吸我们身那流血的冤 要到何时呢 只不过上帝在那个里面 给他一个什么回应呢 上帝的回应就是 你要再安息多一会儿 因为时候还未到 然后去到第六印的时候 你发现到那里所出现的种种的情况 就代表了最后 上帝要如何来到这个世界 要去终结这个地上面的世界 不过去到第七印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得到 有一个奇怪的事情就出现了 启示录第八章第一节 圣经这样说 他说羊糕揭开第七印的时候 你留意发生什么事 天上淨默了大约半小时 我不知道你过去看的时候 去到这个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为什么 因为之前呢 都仍然是含含含的 在开头六印的时候 全世界你发觉 有很多事情来到发生 由第六印到第七印之间 那里有一个加插的时段 那个时段甚至是描述 一场很极大的敬拜 但是一去到第七印 打开的时候 天上竟然 圣经里面告诉我 静默了半小时 什么意思呢 其实静默半小时 即算起来 都不是一件很长的事 比对于那些一千年 十四万四千 三年半 半小时是一件很短 不过 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 半小时 其实已经足够了 catch 到我们每一个人的 attention 就是究竟在那一刻里面 发生着什么事 第八章 第一至四节 他这样说 羊羔揭开第七印的时候 天上静默了大半小时 大约半小时 我看见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 有七支的号筒刺激了他们 另外有一位的天使来了 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前 有许多香刺激了他 好与所有的圣徒的祈祷 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壇上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 就从天使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 你在这里看描述的时候 你就发现原来在那半小时的静默当中 整个的天地的焦点 就只是放在两样东西上 就是那七个天使手持的七支的号筒 还有天使手里拿着一个烧着香的金香炉 这个金香炉代表了什么呢 原来他告诉我们 这个金香炉所代表的 他所散发出来的烟 圣经里说 原来就是代表了历世历代以来 圣徒在上帝的宝座面前 他要献上的祈祷 就是因为这些祈祷 整个天地之间要静默半小时 将整个的世界都要停下来 就仿佛似要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金香炉 所散发出来的烟上面 又仿佛似好像神在那一刻的里面 他要将所有的attention 就是专心地focus 聚焦在那些圣徒的祈祷上面 所以弟兄姐妹 你看回一幅这样的图画 你会发现 就是原来上帝是很重视祈祷 上帝是不放过祈祷的 in fact 你再看前一点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原来在启示屋里面 对于信徒的祈祷 从来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其实从第五章开始已经是这样的了 在第五章起手 你记得吗 若汉在那里的时候 他又见到一个的异像 他见到神手里面 他拿着了那个七个封印被封住的书卷 最初他以为天地之间 都没有人能够配得 来打开这个书卷 但到了后来的时候 有个掌路就来告诉你 就是那个曾被杀的羊羔 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 他有资格 他配得 来打开那个封印 揭开那个书卷 就是将人类未来的历史要揭示出来 而当羊羔要打开这个封印的第一印的时候 就是当羊羔要准备 要将人类没留的历史 来揭开出来的时候 就是一个这么关键性的moment 你有没有留意 四个活物 二十四位掌路 他拿到上帝的面前是什么呢 竟然 又是一个盛满了香的甘露 而这个甘露所代表的 同样是圣徒的祷告 于是你可以联想到一样东西 就是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当中 原来神真的可以给人的祈祷 给圣徒的祈祷 一个你和我估不到有多关键性的一个位置 于是来到八章第四节的时候 你说下去 你就看到一幅这样的图画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 就从天使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 天使拿着香炉 用壇上的火把它装满了 投在地上 于是就有雷军 响声 闪电和地震 拿着七支号筒的七位天使 预备好了就要吹好 整个世界 在这一刻的里面 那个图画就好像反转的一样 神的审判要临到地上 而当圣徒的祈祷 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 神怎么说 神用雷轰响声闪电地震 来回应圣徒的祷告 然后七个号才吹响 而七号就是神在审判这个世界 到最后要给人带来的警号 就是人到最后可以回转的机会 所以弟兄姊妹你说 神重不重视祷告呢 你说祷告 能不能够真的可以改变我们当下的状况呢 我记得有一个圣经学者 当他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 他提出了一个想法 他说即使上帝的计划 不是完全按着你和我今天的讨告 每一个细节来改变 但无疑在这幅图画里面的七号 就是对这个世界里面最后的警号 又的确是在金香炉之后来发生 于是他就说 这幅图画 会不会让你和我都联想到一样东西 就是神真的可以 祂是可以因为圣徒的祈求 而对人作出欢容 祂可以因为圣徒的祈求 而定义给人有那七个的警号 以致人可以有最后悔改回转的机会呢 当然 结果依然是在护神的掌管的底下 但是 他告诉我 神才会听祈祷 神甚至乎是重视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祈祷 所以今天说他当你祈祷之后 你发现好像没有回应 但是这幅图画给我们一份信心 就是你已经可以肯定 神已经听了 神已经知道你的土球 神已经将你的土球放在他的心上 甚至乎更有可能就是神已经将你的祈祷 来计算在他的计划当中 只等他要成就的时候 到那时候他就要在你的面前去展现一个 超过你能够想象的一个结果 所以弟兄姊妹 祈祷重要吗? 基督徒在这段的时候 祈祷重要吗? 重要 这个不是一个最后没有办法当中最后一个的办法 而是一个一开始 无论今天我们做些什么 讲些什么的时候 我们依然需要不断持续去做 重复去做的一个动作 当然我明白的 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很多人因为感觉到不安 我们会问很多关于为什么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个疫症发生? 又或者会问为什么? 为什么今天你和我要去经历一个这样的疫情? 这样的艰难? 老实实 其实要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不是没有答案 in fact,周围我们都找到有答案 in fact,圣经里面 当讲到为什么会有疫症的发生 都提供过很多不同 我们可以考虑的答案 不过只不过就是 你听完了之后 其实你听得入耳 还是不听得入耳 但是启舍在这里告诉我们 是什么呢? 它不是只要解决一个为什么的问题 它是要跟我们讲一个怎么样的问题 就是在一个这么恶劣的乱世环境当中 我们可以怎么生活 我们可以怎么面对 我们可以怎么凭着上帝的恩典 凭着信心 带着从天而来的力量、盼望和平安 你都是过我们一个基督徒熟世的生活 弟兄姐妹面对疫境 你问基督徒可以怎么自处呢? 基督徒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很想你好好记住这三样东西 起码你可以做的 第一 你自己先不要惶恐 学习 回到父神的里面 去找紧祂给你的平安 认定祂是那位今天与你同在的上帝 第二 你既然有能力 你既然已经有信心 既然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已经有了所有的条件 能够在一个这么困难的时间 仍然能够有力量平安地向前走的话 你应该要去帮助人 你应该要带着你的力量主动的 来帮助你身边 那些需要被安慰 需要被帮助的人 而第三 我请大家 不要放弃这件事 也不要轻看这件事 就是继续为到这个疫情 我们肯切地来去祷告 我们为了什么来去祷告呢 我们为了前线的医护人员 来去祷告 为了他们的信心 他们的体力 他们的健康 我们为了什么祷告呢 我们为了 在我们身边周围 他们仍然带着惶恐的心 来去祷告 他们的行为 当然有时候 你看完人家的行为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哎呀 为什么这么傻啊 有些人 当然是用一种很软色的口吻 但是也不乏有人用嘲笑的口吻 但是弟兄姊妹 的确那些人是惶恐 的确那些人 是需要被帮助 是需要被安慰 你认识他们的 你安慰他们 你怎么活 你安慰他们 你怎么活 你怎么有信心地活 你帮助他们 但是那些你不懂的人 你为他们祈祷 求神在这段时间里面 透过不同的方法 让他们去体会 原来有一份 从上而来的平安 是已经预备了给他们 第三 你为你自己祈祷 你为你自己 在这个疫情当中 神可以用你 人可以用你 在你的家庭里面 在你的教会里面 在你的公司里面 来怎么去见证 你那份信心 你需要那份勇气 为自己来祈祷 求神加添你 好吗 唯愿我们就带着这三份提醒 你和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一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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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 其实你让我们看到的一件事就是 你让我们更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圆弱 你让我们更看到的就是 我们身边有很多时候很多的东西 原来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用人的能力所掌控 人类历史每一个部分 那位的存 而今天 那位好消息就是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已经拥有你 你已经在我们的里面 你一切的应许 一切的保护 一切的保守 已经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今年的早上 神啊 我们在你面前的 我们就徒过 我们为到这个疫情继续的来到去仰望 神啊 我求你你去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 神啊 你去照顾 甚至乎你去加力 那些现时在前线当中搏斗的 那些的医护人员 神啊 你帮助他们 让他们有能力继续去服侍 让他们有气力和健康 继续去服侍 我们身边里面有很多惶恐的心 神啊 我求你你帮助他们 神啊 你将一份的平安 或者一份能够拿得到 从你而来的平安的一份的渠道 一份的地方 一个的提示 你都给他们 让他们都能够在这个困难的环境当中 因为你的缘故 他能够可以经历安稳 主要为了我们整个的会众 你都是祈祷 神啊 保护我们 让我们就在这个困难黑暗的时候 神啊 你就使用我们成为炎成为光 让我们成为一个神啊 你被人盼望的出口 透过我们在家里的见证 透过我们在一个社区里面的见证 透过我们在我们的公司 在我们的朋友周围的见证神啊 让我们能够展现一份从你而来的平安 和稳妥 以至于身边的人都见到 原来有你的同在是可以很不同 好叫他们都被你所吸引 以至他们能够可以认识你 神啊 我们就将到我们自己身边的人 并且这个疫情就是这样加在你的面前 神啊 我们知道 你是那位满有怜悯医治的上帝 我们求愿你的恩典 求愿你的大能 厚厚的 临到这个警方的当中 神啊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告诉我们 你是那位听祷告的上帝 而你现在已经听了我们的祈祷 我们就将这个的祖告放在你的面前 我们就等候神你的英文并且回应 我们多谢你 我们这样祈祷同心教导 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以求 阿们 好 那我们今天的崇拜呢 就去到这里了 第一节目让我们跟他起立 我们接受上帝的慈福 圆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和加力 尚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主在来的日子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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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晚 想炭 顺